今天又再和大家去吃一個酒店自助餐 今天吃的這間酒店 雖然位置上未必每個人都會覺得方便 因為去身處的位置相對比較遠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來吃?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間酒店做很多不同的優惠 好像有些會員換的Coupon 亦都像我一樣 用Asia Mile的積分換 就可以免費吃這餐 順便可以來逛逛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今天去的這間 就是位於東涌的 香港天際萬豪酒店裏面的自助午餐 我是用Asia Mile積分換 所以是免費吃 不用另外付錢 不用Asia Mile積分換 其實都有一個方法可以便宜一點 就是在這個網站 訂購晚一點的時段吃 最便宜可以有半價的 不過是晚一點吃 但以我吃的那天所見 就算晚一點 基本上食物都充足 不會沒有了 所以不介意吃少一點時間的話 都可以一試 不過其實我今次都遇到少少問題 就是我換了一張Coupon 回來 睜一睜眼 以為它年尾才到期 誰知原來它已經到期 我8月初想去訂位 誰知原來過了期 不過幸好 搞完一輪 問Asia Mile 可以照用 所以便預約了禮拜天去吃自助午餐 首先說一下這間酒店怎樣去 這間酒店實際的位置 其實是在機場附近 即赤立角一帶 其實我若干年前都吃過一次自助晚餐 不過當時 剛剛去完旅行 順便過來吃 今次乘車過來 其實來這裡也不算太難 來的方法 就有兩種 大家可以乘機鐵 在博覽館站下車 然後沿著一條通道 有一條天橋走過來 大概走幾分鐘便到 另外,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樣 乘車到東涌 在東涌轉S1號巴士 S1巴士相對都密 巴士上正正在東涌港鐵站 對著的這位置 旁邊就是東會城的商場 大家可以吃自助餐 跟住來走一條商場 又或者在東涌附近 走向其他郊外地方 都不錯 好似有些炮台 或者搭和艦車去大澳也可以 可以規劃一條遊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可以在酒店旁邊的這個位置下車 然後再走過去 不過因為有些工程的關係 就移軟了一點點 走一段直路,轉彎便到了 對面還在建一個新商場 我想應該在不久的將來 都可以去逛逛商場 疫情之後 對上一次來機場已經是20年頭 跟我一起走過去 下車之後,其實抬頭 已經看到酒店了 向著酒店方向一直走 大概走三多分鐘 便到酒店門口 我看到酒店有個牌子凍著 有架 Shuttle Bus 半小時一班 不過這架 Shuttle Bus 還有沒有呢? 我就不知道 可能就要問酒店 這個天際晚豪酒店 現在是一間機組人員的指定酒店 但是相對的隔離措施 就沒有隔離酒店那麼嚴密 我們其實可以自由出入酒店 不過我就不太見到有些機組人員出入 酒店的外觀就是這樣 一邊可以沿著這條通道走去博覽館 搭機鐵或者其他巴士 另一邊就走去我剛才下車的巴士站 進入酒店 轉個彎 就已經是自助餐的地方 這間酒店 相對都有現代感 樓底不算太高 但也有些格調 也不錯 一邊有些落地玻璃 可以看到機場一大的景觀 自助餐是12點開始 我們基本上11點7-8點已經到 在門口等了一陣 安排入座 這裡的自助餐 價位成人 一至日都是$398 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優惠 最簡單就是ASMR用積分換 就可以免費吃 另外不同的網站 都有些QPON可以買 相對便宜一點 我就是用積分換 好,入座 餐廳其實都算大間 一直走進去,走一段路 才走到我們坐的這張桌子 我們兩個人坐了一張很寬敞的桌子 一張圓形桌子 還有一邊可以坐著 也挺舒服的 餐廳的環境就是這樣 我想可能真的有些人 是搭同一班車來的 因為我們進來的時候 其實只有幾台客 但是轉過頭 突然多了很多人 我想大概都有一半左右 而這麼大間餐廳 又在一個現在沒有人來的地方 都有一半左右的入座率 我覺得算不錯 這裡的環境 比我想像中好 應該就有翻新過 採光不錯,不錯 環境都舒適 自助區食物的擺放 也都幾寬敞 和大家出去看看 首先就有些餐湯 麵包 然後轉個彎 就有沙律 冷盤 小食 火腿 芝士 再來就有些 壽司 刺身 凍海鮮 然後再過些 就有些葉盤 點心 即煮的粉麵 燒味 再一堆其他葉盤 然後再過些 就有 燒牛肉 咖喱 另外再過少少 再走前些 就是甜品 蛋糕 Pancake 糖水 豆腐花 好過山果 色寶 loan 對面還有冰淚 冰淚 addajearsi 木裏 雪糕 ashes 角yas 間の椅子 維他奶 世紀 水果 材料 橙汁 蘋果外 菠蘿汁 我們還有 咖啡奶茶 咖啡奶茶 朱古力 等等 另外還有一個小朋友的區域 食材繽紛 有麥樂雞 春卷 長通粉 鹹的糖仔 珍寶豬也有 醃盤的選擇 算是不錯 有酸菜魚 另外還有 菜 蝦醬蒸腩肉 炒米 薯仔 炒豆 圓隻鴨腿 整隻鴨腿 鰻魚 炆牛尾 炒飯 幾款咖喱 牛腩 雜菜 配薄餅 飯 還有 雞粒粟米湯 還有番茄湯 點心 有叉燒包 乾蒸牛肉 燒賣 珍珠雞 另外積綠粉麵 配料都幾多 好像有蝦 青口 丸 豆泡 菜 還有銀針粉 燒味 燒鴨 雞 和露水的豬頸肉 凍海鮮 有翡翠螺 青口 蜆 蝦 四款 刺身 有三文魚 吞拿魚 肉籽 鯛魚 壽司 有三文魚 貝雷壽司 鰻魚壽司 加州卷 等等 芝士 有三款 配餅乾 另外沙律 選擇不少 看看 烤牛肉 烤牛肉 還有燒牛肉 甜品除了有必食的Muvipad 雪糕之外 還有 芝士蛋糕 班蘭的蛋糕 這款 原來是香蕉蛋糕 另外還有Tiramisu 接著還有一些奶凍 朱古力的蛋糕 這個極之邪惡的朱古力布甸 另外還有這款貝殼蛋糕 葡萄 有桃膠的糖水 豆腐花 一碗碗放在櫃裏 生果有 菠蘿 西瓜 蜜瓜 火龍果 接著旁邊這個即煎的Pancake 都有多款的配料 就是這裏 外面的選擇 大致就是這樣 選擇上 比我預計豐富 而且環境相當不錯 食物的區域 分隔得比較闊落 不會說好逼 而且我們去那天相對人客不算特別多 我想都是一半再加滿 相對不太多人 拿東西吃基本上都不用怎樣排隊 好 開餐 每樣拿點 看看多豐富 凍海鮮 蝦不錯 爽甜 肥脆螺就一般 比較多散 一般 蜆正常 青口也正常 不錯 刺身方面 三文魚都算肥美 不過 可能切的人不同 第一碟拿大大碟 然後拿小小 吞拿魚以放題自助餐來說 算不錯 入口正常 因為很多時候放題自助餐的吞拿魚 都是一般 這裏的吞拿魚可以接受 鯛魚也不錯 然後壽司 三文魚就好像刺身更帥 鰻魚就正常 這個貝類的也不錯 火腿也有好幾款 正爐水平 不過我第一轉落的時候 剁劑的地方有些問題 基本上蓋子是頂住了 拿不到出來 不過後期退出了一點 快一點 之前真的拿不到 其他的沙律 我沒甚麼可以試 試了一點點 都脆口 另外這裏的芝士不錯 再跟著 燒牛肉 燒牛肉就一般水平 更多了一點點 跟著這個鴨腿 太大隻 可能不少少試下 更好 整隻基本上吃完之後 都爆了一半 看一隻鴨腿 多大隻 另外這個鰻魚 不錯的 淡淡肉 不過不夠香 咖喱的味道不錯 牛腩也夠軟 這個脆片也挺脆 牛味也不錯 多夠味、多入味 炒米粉就正常 炒飯也不錯 薯仔就正爐水平 酸菜魚 偏辣了一點 不夠酸 這個菜也不錯 比較少有的 就是這個 蝦醬蒸豬腩肉 蝦醬味非常香濃 真的可以拌碗飯 半肥瘦 不錯 另外燒尾 正爐水平 不算特別高質 燒鴨可以 低都正常 這個其實不像是燒尾 因為它像是滷水的豬頸肉 還不夠 不過質感就普通 另外點心就試了這個乾蒸牛肉 不錯 比較少吃到 燒賣都OK 叉燒包可能蒸久了 軟身了一點 但是包本身的質地 算是不錯 接著就拿了一點小朋友區域 麥樂雞 都像麥當勞的麥樂雞味道 這個腸通粉 就有些火腿 煙肉 OK的 接著 六多碗粉 少有的銀針粉 材料豐富 割湯頭的味道不錯 材料十足 看看 有些豆泡 有些蝦 有菜 有些雞肉 不錯 我們吃了兩碗 湯就這個 粟米雞肉湯 不錯 湯夠味 質地也不錯 不會很稠 新的 跟著這個蕃茄湯 蕃茄味都香濃 不錯 配上這個麵包 點一點點來吃 不錯 麵包的質地也挺軟 飲品方面 橙汁 蘋果汁 菠蘿汁 不錯 熱朱古力就正路水平 還有這些茶包 少有些 就是這裡有玻璃瓶裝的維他奶 看看 吃完凍海鮮 刺身 沙律 冷盤 熱盤 接著當然是吃甜品 甜品的選擇 不算特別多 但質量不錯 首先就來這個朱古力系列 這個朱古力的蛋糕 朱古力味多香濃 正 跟著這款 朱古力布甸 也是 濃濃的朱古力味 偏甜一點 但朱古力 基本上是甜度接受 咬下去有些脆口的粒粒 跟有些類似的莓 不錯的 跟著葡萄都不錯 夠鬆脆 巴蘭蛋糕 巴蘭味多重 不錯 這款 猜不到原來是香蕉蛋糕 真的有香蕉在中間 味道不錯 芝士蛋糕 有些紫色的粉 在上面 我其實覺得都是 做樣子 基本上是一般的芝士蛋糕 芝士味 都算挺香濃 不錯 跟著 咖啡味都很香 OK 豆腐花 就正爐水平 另外這個桃膠的糖水 看看 材料十足 多少桃膠 棒 最後 最重要的 當然是多吃幾杯 Mufepic 雪糕 我們兩個人應該都吃了三杯 有幾款的口味 不錯 不錯 還有這個雪米池 OK 再吃了幾粒這些 鹹糖仔 來多一支珍寶珠 看看 水果四款 菠蘿都甜 西瓜蜜瓜都不錯 火龍果就普通 最後 炭花杯茶 飽了 正確來說 這次吃的天際萬豪酒店 比我想像中好 食物選擇 豐富 品質也不錯 環境也舒適 座位也寬敞 一個不錯不錯的酒店自助餐 尤其是我是用即分換的 不用另外付錢 就更加划算 如果你Walk In來吃的話 400元左右 住附近的OK 特意山場水遠來的話 我覺得就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有QPont 不用錢過來吃 有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 吃完之後 可以去回東沖市中心 逛逛Outlet 又或者去游山換水 搭纜車 去大澳 也是一個不錯的節目 下次再和大家試吃其他東西吧 拜拜